AudioJungle 航空发动机今后的市场销量有望达到700到1000台,销售总价值有望达到10到20亿美元。 乌克兰伊夫琴科进步设计局总设计师伊格尔克拉夫琴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将是AI-222-25型发动机的主要用户,俄最新型的亚克福130和中国的L-15教练战斗机将会消耗大量的AI-222-25。 据克拉夫琴科估算,AI-222-25和AI-222K-25的销量有望达到500到600台,而AI-222-25F的销量将达到200到400台。 目前这些发动机的客户仍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其中,中国已获得了9台AI-222-25系列发动机,并签署了增购40台的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AI-222-25是俄罗斯新一代教练战斗机雅克130的标配发动机,由乌克兰西泄发动机公司和俄罗斯理炮机器制造公司共同生产。 其中乌方负负责制造燃气发生器,而俄方则负责组装和测试,俄媒称AI-222-25。 同时,还被中国选作L-15高级教练机的发动机,作为中国研制的第一种超音速教练机,L-15的价格要明星低于其竞争对手,基本型的单价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 由于有俄罗斯雅克夫列布设计局的参与,因此L-15在外形上与俄制雅克130非常相似,只是前者的外形和重量更大一些。 分析人士指出,该机将拥有非常广阔的销售前景,有望成为中国老式K8的升级换代产品。 乌克兰很多技术源自于前苏联,中国很看重乌克兰所拥有的技术,特别是一些中国急需的技术,比喻坦克发动机,大型船舶发动机,航母舰的积极训练设备,雷达等都是中国所需要的。 而这些源自前苏联的技术在现在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于中乌之间的合作,现在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瓦良格号航母了,这艘在乌克兰建造的航母最终在中国服役,让很多人看到了中国与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现在正值陈炳德上将访问乌克兰之际,乌高层极力向中国推销其最新的军工技术及产品。 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指出,在中乌军事技术合作中,最有前景的项目是重型运输机、大型气垫登陆舰、坦克、防空系统、雷达的研制方面。 就目前来讲,重型运输机技术可能是中国军工最想拥有的,而乌克兰目前拥有世界最大运输机的制造技术,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近来有报道称,乌克兰准备把唯一一架全球最大运输机安225出售给米国,目前没有得到中国方面是否会购买这架运输机及机技术的信息,但是中乌关于军用运输机的合作已经开展。 有报道指出,中国新型军用运输机将以安七十技术为技术,把蒋扇发动机其改为改为喷气发动机,这些都是中乌合作的最具代表性项目之一。 乌克兰的很多军事尺术源于前苏联,所以与现在的俄罗斯军事技术有很大的相似性。 比喻雷达、坦克、急速到33舰载机,两者基本没有本质的区别,属同宗同源,这些在一些装备采购上,中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双驭载航母舰载机采购上,俄罗斯就狮子大开口,不但要价看高,还不转让技术。 中国最终与乌克兰合作,并购得苏到33的原型机及相关技术,进而研制出国产舰载机,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当然,这让俄罗斯很不高兴,相信中乌在军工方面的合作会更加深化。 同时在合作中,中国在相关技术上将会摆脱俄罗斯的制约,提高本国制造水平。